来 张工 今天天太热了 哎呀 这都35度了 那你像这么热的天 你说咱们挖机的话 那个工作的话需要去一些 来 正好 你看这位师傅在清理散热器 咱们看一下 好嘞 张工 为什么这么热的天 在这吃散热器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越是夏季温如高 挖机越容易出现高温的情况 是吗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我们过来看 好嘞 这个呢就是咱们整车的散热器 散热器呢其中一个主要的作用 就是给压系统散热 我们知道压油如果温度高了 会导致一些的问题 其中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操作挖机的时候动作变慢 这个呢就是因为压油温度过高之后 会导致粘度变低 整车的这个泄漏量变大 动作就会变慢 所以说最简单的预防夏季整车温度过高的方法 就是检查并清洗散热器 哦明白了 今天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那张公那检查清洗散热器的话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你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呗 咱们来看 第一步啊我们来关闭电源总开关 关闭电源总开关 第二步呢咱们得保证挖机啊 放在平坦的路面上 哦好好 坦总呢我们也要把它放在地面上 哦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清洗散热器了 当然一定注意不要直接冲洗电气元件 之后呢我们启动发动机 通乱一段时间把水排出来 开关闭电源总开启动 哇 哇 啊 哇 哇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